突击步枪是一种使用中间弹药桶和可拆卸弹匣的选择性射击步枪 突击步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首次大规模生产并广泛使用 第一种主要使用的突击步枪是德国STG-44 它是早期MKB-42的演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北约国家立即装备了战斗步枪 弹越战期间M16步枪的发展促使其采用 北约其余成员国的突击步枪 越战期间M16步枪的发展对北约其他成员国采用突击步枪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越战之前大多数北约国家都装备了战斗步枪 例如ME加兰德和FNFL 然而M16步枪比战斗步枪更轻更精确射速更高 被证明是越南丛林中更有效的武器 与权威力步枪或冲锋枪相比 使用突击步枪的优点包括 1.更高的射速 突击步枪通常比权威力步枪或冲锋枪有更高的射速 这允许用户在更短的时间内发射更多的子弹 2.更好的精准度 突击步枪通常比权威力步枪或冲锋枪具有更好的精准度 这允许用户在更远的距离上攻击目标 以下是一些最成功的现代突击步枪及其变形 1.AK-47 AK-47由米哈伊尔卡拉什尼科夫 Mikheo Kalashnikov设计是一款选择性射击 导器是弹侠攻坛的7.62x39mm突击步枪 它是世界上使用和生产最广泛的突击步枪之一 截至2019年产量超过7500万枝 多年来 突击步枪在世界各地军队中的使用在许多方面影响了他们的设计和开发 首先 二战期间STG-44的推出标志住现代突击步枪时代的开始 STG-44是早期MKB-42的演进版 它是第一款大规模生产并被世界各地军队广泛使用的突击步枪